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拍什么 我这是拍二军的城市街景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一个地方就是突然的一个变化 但是如果我将它拍摄并且记录下来 使我身边的更多的人去了解 我叫张佳琪 1994年生人 我叫苗轩铭 2003年生人 我们跟随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来拍摄城市的景色 并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我们录制设备吧 就是没有那么豪华 基本上就是像这种的 非常小 车前面有那个杆 就是在不影响司机开车前提下 就放了前头 可能有一些司机来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如实回答 就是我们拍一下哈尔滨这个街景 我们在黑龙江的大约 现在有几十人 就是有在录制的时候认识的 有的是互相看了一下对方的作品 感觉就是挺好 然后在网上约一下地点先下再认识认识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呢 我的老爷就会带着我大街小巷的去溜达 此期间呢也会经常带着我坐公交车 包括到哪一个站去看这个站牌 认识站牌上的字 对公交的热爱越来越深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方法 能将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我看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有这些方法记录下来 然后我就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我的妹妹以前呢不是很理解我 当我做完之后呢 她在这个我的作品里呢 看到了平常她熟悉的场景 她说哥哥你做的这个真的很不错 包括我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都会被你这个作品所收录进去 那2018年的时候 是去了一趟墨河 准备想录墨河的那块公交 想录一个片子 就是古连到这个墨河 就找着住个地儿 然后在银行住了一宿 获得了挺大的好评 一直到19年之前吧 就是黑龙江基本上所有城市 我都去过一遍 也是希望看看就是黑龙江 其他城市的变化 有评论过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 都想来到咱家乡来瞅一下 也算为咱家乡做了一些微薄之地 通过一个小小的车厢呢 能看到忙忙碌碌的生活中 不同的人 然后呢 在这个期间呢 也能遇到不同的事 人间烟火气最负烦人心 希望将我们的爱好传递下去 更多人能把这个家乡的文化啊 发展的都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 就是记录下来 然后使更多人的了解 并且知道这个家乡的变化 也许多了解 也许多了解